竹山鎮公所為了慶祝即將到來的父親節 也用心規劃一場模範父親表揚活動 來為全鎮28里各里模範父親進行表揚 今天是我們竹山公所表揚108年度 全鎮28里的28名模範父親 那其中有一位模範母親他是90幾歲 那非常非常的優秀 那今天鎮長也非常的關心 然後全城當中爸爸都非常的高興 那家屬也都很高興 縣議員蔡孟兒感謝公所的用心 能夠規劃活動來表揚這些模範父親 而父親節將至 蔡議員也祝福父親們節日快樂 並也呼籲民眾即時行笑 用心關懷照顧家中的長者 爸爸就像我們家裡一座三個一樣 是那年的辛苦那年的未來 而且才不會帶來的四世 個個都是我們社會的精英 也對社會有非常大的公平 所以今天我們公所特別來 把我們的模範父親表揚 在這裡我們也希望我們所有的 好朋友大家 我們愛要及時的說出口 愛也要及時的做到 大家從孝順開始 在這裡感謝我們全國的父親 父親節快樂 而幸運吳瑞芳對於公所能夠 辦理模範父親保養活動 也感謝政長陳東木的用心 並表示經營一個家庭相當不容易 父親也是貢獻許多心力 在此也感謝各位父親的辛勞 祝他們父親節快樂 今天我們竹山政公所 舉辦那個慶祝父親節 有28個禮 每一個禮都推散一位 父親出來接受表揚 很高興我們的頂頂非常勇心 辦這個父親節表揚活動 建議一個家庭非常不簡單 也很辛苦 我們一家一路 他今天父親節表揚 能夠圓滿成功 預祝大家身體健康 父親節快樂 議長和尚峰肯定公所規劃活動的用心 讓這些模範父親 能度過一個獨具意義的節日 而父親節將至 在此也祝福父親們 父親節快樂 記者盧宇凱 竹山採訪報導